耐心等待交易机会 买股票前先进行大势研判 一大盘是否处于上升周期的初期 如果是选股买入 二宏观经济策舆论导向有利于哪一个板块 代表性股票是哪几个 成交量是否大于其他板块 确定五至十个目标个股 三收集目标个股的全部资料 中线地量法则 一选择MA10 二时三时经六个月稳定向上之个股 其间大盘下跌均表现抗跌 一般值短暂跌破30MA 二在大盘见底时地量出现 以3000万流通盘日成交10万股为标准 三短线以5%至10%为获利出局点 四中线以50%为出货点 五以10MA为止损点 短线天量法则 一选择近日底部放出天量之个股 日换手率连续大于5%至10% 跟踪观察 二、五、十、二时MA出现多头排列 3.60分钟MACD高位死差后 缩量回调 15分钟OBB稳定上升 股价在20MA之上走稳 四在60分钟 MACD再度进差的第二个小时 逢低分批进场 五短线获利5%以上逢吉拉排发 六一弹大盘突变立即保本出局 强势新股法则 一选择基本面良好 据成长性 流通盘6000万以下新股观察 二、上市首日换手70%以上 三创新高买入或天量法则买点介入 四获利5%至10%出局 五指损位设为保本价 法则五成交量法则 一价稳量缩财势底 二短线成交量大 股价具有良好弹性 可寻求短线交易机会 三个股经账量拉升 横盘整理后无量上升 是主力筹码高度集中 使中线买入良机 四如欲突发性高位 巨量长阴线 情况不明 要立即出局 不买下降通道的股票 法则七要敢于买入创新高的股票 勇于止损 一、首先要明白没有谁不从亏钱 因为要知道市场上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二、一旦出现与预想不同的情况 应可措施一次机会 以要果断止损出局 保持资金的自由 耐心等待下一个交易机会 三、不设止损不买股 分批买入一次卖出 大家可以�시妆 不要绰致 大膏